比如说有时候公修时人家问我一个问题 我可能是无意中回答错了 这个也会受到惩罚也会负担因果吗 没听懂你说什么公修时的时候什么事情啊 比如说别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可能是无意中回答错了 无意中回答错了 赶快念礼佛呀 知道错了就改了 明白吗 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错了 可能说过后护法生惩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 那就已经受到惩罚 实际上一般的人在讲话时候 觉得自己讲的不一定正确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讲完之后念几遍 比如说礼佛 说求菩萨保佑 我今天如果在弘法度人当中 如果有说错的话 求护法生原谅 那你就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了 你听得懂吗 哦 这里面都有讲究的 公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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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